大家好,咱这期视频来学一下左耳旁和右耳旁的不同写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左耳旁,左耳旁这个耳朵比较小,树用垂露术,是吧 右耳旁耳朵大,然后呢树用选真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耳朵的写法 左耳旁,微微往右上扛肩,往右上倾斜一点,可以没有 好,斜上去之后往右下切过去压一下,然后往里收,你看 切过去之后一个S型曲线往里收,往下 看见这个S型曲线吗,切过去之后你看,一个S型 大家看一下,这个S型你不要给它写的太弯,是略带一点点弧度的S型 可以没有,好,一个S型曲线与这个折比处 你看上下基本对正之后,好,然后往回出钩,这是横撇弯钩这个笔画 横撇弯钩,看见没有,再来一遍,横上去压一下 横撇弯钩,S型曲线,然后上下对正之后往回出钩 哎,这个是耳朵,然后你看右耳旁的这个横撇弯钩是怎么写的 横抬起来,哎,压一下之后横撇,然后弯钩之后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弯钩是相当于我们画一个半圆的最高峰 行笔到一个半圆的最高峰,这是一个半圆吧 好,我们在它的这个最高峰在这儿往回出钩 看没有,哎,这是横撇弯钩的第二种写法 好,你看我们再来一遍,横压一下,撇,画一个半圆 哎,行笔到一个半圆的最高峰,大概到这个位置吧 是吧,哎,你看半圆到这儿,然后我们最高峰差不多在这儿 往回出钩,哎,这个是横撇弯钩的起法 好,我们现在来把这两个笔画,这个笔画带到这个 左耳旁里面去,我们来看一下 横压一下,S型曲线,往回出钩 垂路竖往下走,这个竖到尾端停住不动就可以 竖画不必要把这个横撇弯钩都给它堵住 留有那么一点点小空线也是可以的啊 好,我们再来一遍,横抬上去,压一下 横撇弯钩,往回出钩 好,竖画不要都堵上,留那么一点点小空线 可以吧,完全可以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带这个左耳旁的字 横压一下,横撇弯钩,往回出钩 再来一个树画,往下走 好,右部,撇画往这儿 那儿画往外延展出那角 然后横画,点,点,撇画往这儿 V型的写字,我们再来看一下 首先,横撇弯钩,耳朵要小 为什么左耳旁耳朵要小呀 因为它写在汉字左侧,应该在这儿就往回出钩啊 那右侧有内容要写,所以我们对于右侧的内容 我们要避让一下 好,然后你看树勾 往下走,往回出钩 这是带左耳旁的字 那我们来看一下右耳旁呢 右耳旁,横撇,按弯钩 往回出钩,然后悬真竖接上去 悬真竖和这个横撇弯钩我们要能接上去啊 下耳朵更饱满一些,上耳朵你看稍微小一些 下耳朵这个弯钩稍微饱满一些 好,我们再来一遍 横,压一下,横撇 半圆最高峰,往回出钩 好,压一下,悬真竖往下走 这是右耳旁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带右耳旁的字 首先,邻居的铃,撇画,点画,点画,横撇,点 左边是收紧的,带右耳旁的字 大家记住,一般都是左收右放的 因为右部带有悬真竖的字 有纵向笔画的字 左边内容都要收,右边悬真竖要放开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胶外的胶吧 你看横画,撇点 再来一个撇画,点画 好,右部横撇,弯钩往回出钩 选真竖往下放 哎,这个是带右耳旁的字的写法 是左收右放的 好,咱这期视频关于左耳旁和右耳旁的写法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你学会了吗 好,咱这期视频关于右耳旁的字